各位 請你們相信我 再過沒幾天 屁孩就會帶著他全新炭治郎的造型 入侵傳說對決了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各位不用擔心 今天我們要玩的是 全英雄最強的炭治郎克星喔 保證你只要使用他喔 不管他是使用炭治郎 或是使用迷豆子的造型喔 綁下去就直接再見喔 沒有錯 我們今天要玩的是艾瑞 而外國的大神已經有拆包了 就是炭治郎的大絕招 會有火之神神樂 這一次感覺是沒有二次連動了 所以這次的造型 我個人預測應該會在 一萬兩千點以上才有機會 抽到這個炭治郎造型喔 那為什麼今天要介紹 艾瑞跟大家分享呢 我在體驗伺服器 玩了非常多把的經驗 至少有五十場 其中呢只要每次遇到艾瑞 就是會直接被打得不要不要的 尤其是艾瑞一開始入侵野區 炭治郎根本擋不住 前期的青燕完全沒有傷害 艾瑞只要開著他的三顆球球 走進野區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對面的大野英雄 直接撤退 那要對付青燕你必須知道 他的弱點到底是什麼 第一 他是一隻非常依賴裝備的英雄 所以前期盡量召集隊友 去入侵他的野區 他的成熟期是在他點第三次大絕的時候 所以這中間你要怎麼欺負他 就怎麼欺負他 再來就是他的後期非常耗魔 再來就是他必須依賴著他的強化大絕招 去造成他無數的連段傷害 那要怎麼中斷他的連段呢 不要讓他打出強化普攻 再來就是不斷的控制他 那艾瑞的大絕招就有這個特性 我就是直接跟你耗就對了 那如果你之前有看過外國最強的職業聯賽的話 你會發現喔 在這個版本 大家最討厭的芽芽 牙控車喔 很多外國的職業隊也是使用艾瑞去對付他喔 所以艾瑞在這個版本 算是一個超強的硬控版本 好啦 其實不只艾瑞可以對付炭治郎喔 像是阿萊斯特啊 甚至我認為沃瑪爾都可以 伯頓是絕對可以喔 就是能讓他耗越久的英雄就對了 遇到青燕你就選那種超級多控制的英雄 可能連對面的那個丟大球球的法師 都沒有問題喔 好啦 這裡我們就直接跟著 奎倫入侵對面的野區 啊 對面的青燕是怎麼回事 直接被我們打到傻了是不是 好 這邊我們直接把亥犽一個綑綁調教 讓他輕鬆的回溫泉喔 青燕這隻英雄是免費的 第二 屁孩的點數是無上限的 所以可能一定會有這個造型 然後你就看到 哇 炭治郎欸 這場有救了 結果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滑喔 相信你這幾天 就算沒有炭治郎的造型加持 也一大堆的青燕 入侵你們的傳說戰場 然後你會發現啊 有走凱撒路的青燕 有打野的青燕 前期普遍完全沒有辦法造成什麼傷害 所以你可能會玩到有點尷尬 反而喔 沒有青燕的那一隊 勝率都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在之前的影片 也有介紹過了 青燕之前被官方拔掉了非常多 強而有力的大絕招以及技能喔 還有在後期的時候 假如你們一旦打出優勢的時候 就要不斷入侵對面的野區 讓對面青燕沒有辦法拿到藍buff 因為青燕的大絕招 雖然有一點點的強 但是他的大絕招冷卻時間是非常長的 所以打野的青燕非常依賴裝備 以及藍buff的降低冷卻喔 那再來跟你們說一個 可能少數玩家才知道的秘密喔 青燕現在在正式伺服器的版本嘛 他的大絕招不是只有按下去的 那一個瞬間 才會有50%的減傷跟霸體嗎 那在最舊版體驗伺服器 剛上市的青燕就是你開著大絕招 只要你有強化時間的那一段讀取條 你的減傷永遠都是那麼高喔 所以之前在最舊的版本 你才可以看到青燕為什麼那麼強 那為什麼在青燕上之後 你會說BBCC為什麼青燕 跟你介紹的完全不一樣喔 哈哈哈哈 在這點大家可能要再去適應一下喔 那艾瑞這隻英雄呢 不只是炭治郎的剋星 到時候有迷鬥子綺羅喔 你也可以用這隻英雄 直接把他強控住 艾瑞他有一個傳說對決 最強大的控制技能 就是壓制般的大絕招 壓制就是無視所有東西喔 弗洛倫就算在那邊開大絕招喔 沒辦法我就是直接把你綁住 你什麼都沒有辦法做喔 那你前期也可以利用你的 瞬移配合大絕招 去秒殺對面的射手 很簡單 對面射手只要殘血 瞬移到塔下跟射手綁在一起 對面的射手就會被自己的防禦塔 給擊殺掉了喔 我最近在看一個運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打過手球喔 我相信如果你是我的老觀眾的話 一定有看過我分享 我有說現在的小朋友好像都不流行 打躲避球都在打手球 我就在網路上滑滑滑 看到一個不知道是大甲國小的手球 手球杯的比賽 看著看著就覺得 哇手球這個運動太酷了吧 緊接著呢我就去搜尋 手球的職業聯賽 我就一路看到早上 哈哈哈哈哈哈 就覺得 哇手球這個運動也太酷了吧 就球那麼小顆 然後速度那麼快都覺得 當手球的守門員好像好辛苦喔 球那麼快怎麼擋得住喔 感覺是一個進攻方 會有優勢的比賽 但是也是超級刺激的喔 如果你也有打過手球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然後跟大家分享幾個 最近生活非常開心的事情 我不是說我要搬去南屯 跟我老婆住的嗎 各位你不用擔心 你有一天一定會有愛你的 老公還有老婆只是時候還未到喔 先跟你們的U 不是YouTuber啦 VTuber 先溫存一下喔 好啦反正就是最近 我們要搬到南屯區去住 那我老婆家裡的廚房 已經30年沒有整修了 相信之前我的影片都有跟大家說 最近物價通膨 就是什麼東西都變超級貴喔 如果你是外食族的話 你一定非常有感 然後我們要把她家裡的廚房 打掉整個重新裝修 你知道一個廚房 要花多少錢嗎 我們估價 最貴的竟然要45萬 那最便宜的也要36萬 天啊 一個廚房 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各位 最近東西真的貴的太扯了 什麼東西都有點捨不得花 喔對面弗洛倫幹什麼 欠綁是不是 不用擔心 這一場我就直接 針對對面的親驗就對了 接著呢 出個限定好了 我覺得對面的法系英雄有點套人厭喔 秦燕趕快過來啊 給我摸一下 我三顆膽膽喔 比在座的各位多多一顆 嘿嘿嘿嘿嘿 過來過來過來 哇 對面的莉莉安很會消耗好 沒關係 等我出仙靈就直接要你考看 好 秦燕直接過來 哇 第一個進場 玩秦燕千萬不要第一個進場 雖然你出全攻的秦燕傷害非常高 你有機會可以把射手給秒殺 但是你只要一失誤 你就是直接送人頭 秦燕盡量第二個進場 就是要看時機進場 和平啦 各位 這個版本的勇真的太可怕了 勇啊 特爾安納斯 在這個版本根本就是神喔 終於輪到他們出頭天了 他們也憋了好幾個版本了 之前的版本就是 喔 對面有勇 好爽喔 對面有特爾安納斯 好爽喔 好 接著呢 我們就直接跟著兵線一起推進去 打 打 我在扛欸 很痛欸 超級痛的 好 趁對面復活的時候 把對面高地塔 直接輕輕鬆鬆的拆掉 加油啊 小炮車 你的輪子 不停的滾動就可以了 好 對面秦燕復活囉 再幫忙清塔 完全不敢過來喔 艾瑞加阿來 狗角通通來喔 不過因為我是單排 所以跟對面的阿來完全沒有默契 所以在這場你會看到 欸 我綁完換他綁一個超沒默契的 互綁綁 好 接著呢 就直接看勇 哇 這個傷害太扯了 站在原地跟對方撸欸 齁齁齁齁 這傷害太可怕了 好 這一場呢 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的示範了 全新的炭治郎克星喔 好啦 那在5月1號呢 鬼滅之刃跟傳說對決特別連動 也會到來喔 相信你趕快把這部影片 按下我的最愛 到時候就可以利用這套出裝魔紋奧義 把對面的炭治郎殺得不要不要 掰掰了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